第101章 三副所谷 上集 眼睛着时间 剩下不够20秒 而制台后的七夜正在看着我 我就知道 现在自己已经没时间再去猶疑 于是我一咬咬 向主制台冲足过去 剩下最后10秒钟的时间 我成功上了制台 然后 我就拿出一张定制符 抹念口缺 把它放在制台上 五 四 三 二 一 随着七夜最后5秒钟的导计时结束 之前上了制台的8个下人 在同一时间 将他们的面前红布揭开 露出了8个超半米高的雕像 这些雕像 仰泰国以吕吕如生 蒸蒸合八仙 与此同时 天上突然闷雷乍响 台下的观战者 面上露出震惊的表情 这个东女震虽然说他们早就已经见识过 但是上周 正是一个雷霆就已经将金盛显搅成这样的样子 现在那天 雷霆之路不断 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天上的雷霆每震一下 七夜的面识就难看一分 我留意到其五夜已经开始和文夜 联手在七夜身边补陈 而台上 秦藤燕见面识也拿起一构 他畅竟都亲身参与到这个局中 不多不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小秦 你呆在这里干嘛 快点去帮忙吧 康天眼正在大声地呼唤我 我不梦游自可 另过他一网 简直就吓了我一阵 康老今天真是落足了血本 不单只用了我给他那三张红纸 而且连他上周 不懂得拿出来的垄下的东西 都全部拿在手里面 饮火点燃低声祷告 随着康天眼的伯爪扶子化为灰尽 天上都响起了一道震意欲龙的响泪 然后 一道小色的蓝色电光由天而降 劈了在他的身体前方 奇怪的是 这道电光劈下来不单没有伤到任何一个人 甚至周年康天眼面前的制台 都没有受到半点损伤 片刻之后电光散去 唯一产生变化的 竟然就在康天眼面前的高个神像 个个是康宗里的神像 本尼色彩斑斓 但现在竟然变成一构灰色的大理石 神光绍珊 我进场力了 康天眼的面诗一下子变得很惨白 震震震地在原地坐下来 哼 想不到一百年多 也挺快的 素朗如空神恶实地望着康天眼 在这段期间他一直都没有什么动作 而他的三花在鬼花一直都没有拿出来 我真是想不明白这个人 究竟在想什么 难道他真的放弃 其实想想想 他这样做又是对 这个人如果出自苗教 本身没有系统学习过道家误信 这场比试根本就是必败无疑 但是如果明知必败 他为什么又要上台呢 直接认输就行了 天雷不断 一度到清晰好劲的电工或破天制 搞到很多人都惊到你去场边 远远离开祭台 这些关键的人 大部分都是七月请过来的老板 或者老板带过来的保镖 他们本身对道家误信的了解极为有限 个个都怕被连劈倒 离买都是情有可原 我在祭台入口的地方安置好定置符 又在这个定置符的左右两侧 各摆下一道通圣符 接着我领开百声风水壶 围绕着最中间的定置符 绕了一圈 在对峻祭台中心的位置 留下一个缺口 陈唐言见到我这样做 突然吓了一阻 陈朝生 你想害死我们吗? 我淡定地抬起头说 我们比较的就是宋神 既然选择要将他们从祭台后送走 那么首先要做的 肯定就是保证不让他们走向祭台而我的地方 我这么做 有什么吵? 这个时候我留意到 祭台下面很多人都很惊慌地望着我 因为是我猫去祭台入口 慢慢做完这一切 变成站起来的过一瞬间 雷亭震怒的天空好像突然安静了楼里 虽然还是因为密报 但是再没有一度雷亭出现过 有些人做事就好像日本陀表那样 先大甲武尽 就好像上周的感性显那样修下甚微 而我现在的做法 是外人提起上来好像起到四两勃千斤的效果 提起上来好像只是随意摆下三张符字 但是实际上就令到天雷都为之让路 七亿的面色明显好多了 坐在祭台对面 目光彩彩地望着祭台一言不发 我起身之后快步地走向距离我最近的空位 这里摆放着一个蓝粗和的雕像 在这个吊掌的背后 站着一个五大三处的步标 见到我走过来 面上充满着敬畏的表情 但是依然忍不住双脚在这里打冷阵 对于这个人我记忆犹身 就是前几天守在大门口迎接我们的那个人 那时候 他甚至能用静眼望我们这些上司 只是走在最前面和老板他们打招呼 不过现在看得出来 他真是害怕 中美教后快点订阅这个节目 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 下集继续跟你分享 这个世界上面有着很多不敬神明的人 其实这种都是一种信仰 真正的神明只会通过信徒去拉拢信仰 但是就不会主动去干涉一个人的信仰 悟景神明其实并没有错 真正的错 是那些假借神明的名义去招摇撞骗的人 是他们 令到普通人对神明失去了信心 更加对正统的上司也失去了信任 再加上近几年发生那么多事 所以 牛鬼神这一类的东西都变成了假 令到很多人都失去了敬畏之心 直接导致的后果 就是大部分人见到上司 第一反应就是骗子 其实这个世界上 上司当中有七八成是骗子 一点都不出奇 从故至今的力来如此 但是今天其他在这里的人 全部都是为了争取封赏报复 用掌握的说话来说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够成为古代局司的能力 其实七二早上应该培训一下自己的手下 今天无论见到什么都不要躺着摇摇 不用怕 站住不要动 我看到这个大只佬两只脚震震下 只能够出现安慰 我想现在 完成在拳击界的态度 站在他的面前 他也敢上去绑一绑 但是面对着我 他真的被淘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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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躲 这个保镖赶吞了一口水 努力令自己的表现更沉稳 我微微一笑 不再跟他说话 只要能够令这个人保持真丁 什么事都不是问题 我想这帮人在上台之前 七亿都有跟他们交代过 他们应该是七亿最信任的那一批人 就算死也不会五亿七亿的意思 就算是害怕 他们动也不会动 就比如刚才看天眼旁边的那个人 这么大一条闪电 就丢在他面前不够两处的地方 他嚇得嚇得快就来了 但是这脚 半寸都没动过 幸好这个人在面前充当了一个示范 展示了一个 虽然看起来很惊险 但是就不会真正有生命危险的效果 如果不是的话 其他几个人 就会在闪电丢下来的瞬间逃走 或者双距离地 又或者坐在地上 这样一来 恐怕就真是回天法术了 我甚至有点怀疑那个人 是七亿和康天眼一起合买 康天眼不为余力感 都要欠这个第一 为的就是要做个示范 给其他人看 你不要这么腾鸡 站定定在这里 一会就算我要死 我也不会让你有事 我拿出一张扶子 抬头望着眼睛的大只路 这个人 在见到扶子的瞬间 嚇到面都车了 因为我老扶子 就意味着我很可能 和康天眼采用同样的手法 放心吧 不用那么惊 我看见我 畅畅刚才也有个样板在这里 起码你知道这样 不会有危险吧 我安慰了他一句 然后低声物念口拳 引三清相助 这个上栋八仙 就算只是一个神威 摆在面前 也不是随便找过一般的神灵 就可以把他们送走 唯有惊动三清 方可成效 西人无论做些什么 都说惊动三清 但是三清 哪有那么容易请得到才行 上周的八仙浸魂局那么凶险 康天眼都没有惊动三清 就足以证明了问题 其实这个也是最简单的因变方法 如果哪个家 要做法事请个人回来 每个人 立正都不出摆个香奴 就在这里说什么隐三清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毫无顾忌地 拿个上巴把这个人捧出去 其实隐情三清 都是逼不得已 就连康天眼那么心结道行 送走一个寒钟来 都会站不起身 逐一见到这个歌有多艰难 请神来到送神 根本就是逼不得已 我自认为苏朗宇今天 应该都不会有什么作为 就算知道他有可能涉猎杜家五信 但是注修故事的他 却无可能将杜家五信 学习到这么高深的层次 我默默地唸出很长一段口拳 虽然闭上眼 但是都可以感受到手指上面传来的痴热 等我念完口拳 马底双眼的瞬间 我手上这张无火自然的符指 刚刚好就烧到手指那里 我将这张符指随手一炮 赤红色的火焰挖过我面前这个大只佬的头顶 点点火光灰尽落下 与此同时 一片结白的雪花也都静静地浮在面前 整个院在瞬间就撇满了恶无大雪 数字不尽的雪花落下 将符指燃烧的灰尽覆盖 短短不够两分钟的时间 院里的树枝上面 就累積了一只手指那么厚的直算 我面前的那株神像也都一片参白 我轻轻地说了一个请字 然后就弯低身 逐点逐点弹走神像上边的直算 直算退去 好像连神像上边的色彩都一起带走 这个神像变得朴素无光 好了 我做了个深呼吸 全身上下都感受得很疲憊 而我面前的大只佬 整个人都好像松懈了下来 大口的喘气 陈先生 谢谢你 刚才我 中美教学 快点订阅这个节目 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 下集继续和你分享 佛客经典名著 宏永月圆文化 欢迎收听 《经典圆幻大作》《最后的风水先生》 演播 《说说的拉伯利》为之说故事 《经典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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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留意到身边的神位上 即使下面覆盖的流光消失了 上栋八仙虽然厉烈 但是地位始终远远不及三清 三清的父子一出手 曹国求神位的光芒 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与此同时 我面前这个 刚才做好阵地的大只佬 面世又更加难题做一点 由他站起这里 亲自隔开神位的红布开始 他已经成为了八仙神位的一部分 只要他不落祭台 他在这里 就在曹国求的化身 其可不移 我用食指和粽子 搅拯着父子 在面前转了一个周天 《默念天愿经》 《十二段真言》当中的第八段 就算我不省大眼 我都可以感觉到 面前这位大只佬的表情 一定相当坦涕 用三清来镇压上栋八仙 最能顶的人 就是那些被神位上身的人 这个过程 虽然能不能上是八重尸身 但你也不能去哪里 幸好我速度够快 《十二段真言》都相当熟悉 全部讲完都只不过 用了不够三十秒的时间 当我感受到 手指上传来刺激的感觉的时候 我抹大眼睛 果然见到面前的这个大只佬 一副死了老爸的表情 嘴角上还有一丝丝的血迹 然而是因为刚才太难叮 把自己的嘴唇咬难 当我松开扶子的一瞬间 这个人好像个软皮蛇 将被摊下来 幸好我眼睛手快扶住 似乎被他在最后一刻跌下来 虽然现在是寒冬立院 但是这个人的面相 就刮满杀汗水 我想我的状况 应该也不能去哪里 我虽然成功扶住了这个人 但是接着我就两眼一刻 直直直地踏到地上 在一瞬间 我的头就撞到地上 好在这个时候 制台上面的直算 已经有四只手指那么厚 起到一个很好的缓冲作用 同时 这种冰冷的感觉 令到我全身打了个冷震 立刻清醒了过来 坐在地上 大胆大胆地透气 这一坐 我坐着坐了三分多钟 我的目光 时不时都望过台下 但是依然没有找到 厌建制的身形 比起我现在的精神状态 其实我更加担心的 是厌建制 按道理来说 现在虽然是元旦 不是春节 但是这段时间 街市上面 组织有买烟花跑足 和新年日历的人 厌建制要找一个 买烟花的档摊 其实一点也不难 更何况 这件事 是得到七月的允许 外面的人 不可能会拦住厌建制 原本我以为 几个小时的时间 应该都够了 甚至不用我画完符 他就可以回来 但是现在比起我预计的时间 组组迟了两个几钟 厌建制始终都没见人 呃 难道 我眼尾收了一下台下的颜笑文 心里面不听到自己说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中美教后 快点订阅这个节目 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 下集继续和你分享 第1802章 四章送神 下集 我叫颜建制出去的事 只得七夜和自己人知道 颜笑文 不可能会知道 退一晚暴港 就算他通过其他方式知道了 他也不可能会知道 我叫颜建制去做什么 凡是这儿还有一些七夜的地头 颜笑文想怕人拦截颜建签 可能性不大 那说法 莫非是颜建签 在路上遇到什么突发情况 小巡 你没事吧 当我倒下头想意的时候 身边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我另一瞬头一望 发现竟然是头发乱细的康奴 他经过一番调让 现在的面色恢复了一些红润 我们现在已经送走了曹谷寇 南昌和和汉中尼 虽然有点胜过 但是还没够一半 防止上栋八仙本就是一体的 如果我们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之内 不可以送走其他五个 这样之前被我们送走的那些神位 又会再开始关注这儿了 到时候 我们所有的努力就会毁于一旦 我抬头望了一眼 依然没有行动的秦藤彦和苏朗远 傅笑着说 唉 看你这两个人 真是想站在双手看电影 想要做死我们 哼 犯了他们 我还没弄到这样的程度 康天眼说话的音量 突然加达了几分 有对付三个可能勉强了一点 两个的话 吵吵有缘 那边那个 不过就交给我先 康奴指了支制台的另外一个方向 那边虽然没有人 但其实谁都知道 那个位置原本是属于秦藤彦 他在上周的比诗里面 一个人对付了两个泥鬼 不过 他现在连自己的神位都还没有解决 康天眼解决了自己的麻烦 他那边也是理所当然 呃 康奴 你先不要这么急 我怎么好意思要你这么努力呢 反正现在还有时间 不如你老人家先投一阵 后面那些交给我就 只要再送多一个神位 我就有把握 将正体的神位全部一切打包走 哦 康天眼突然眼前一亮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白衣工我就不收心乱乱了 来 在这儿等我 啊 康奴啊 我马上拉住了他 你交给我就是了 唉 我必须要独自到负寺的神位 才可以一次过把他们打包走 我原本以为康天眼 是特意在跟我演戏 用激将反刺激秦藤彦 和苏朗鱼出手 但是当我拉着康天眼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老狐狸 手术竟然有多了一疊扶子 我只是掃了一眼 就知道这些扶子的威力 绝对不会使得康天眼相使用那些 没想到这只老狐狸 居然一直都在那里收心乱乱 我虽然被他压了 不过康天眼 刚才拿出来的那些扶子 就令到苏朗鱼他们也忍不住 苏朗鱼都还好 虽然急躁 但是他可以做的事 也仅仅限于望过去秦藤彦那边 苏朗鱼这个世面的动作 就告诉给我们知道 这个人已经被颜色环收买了 至少他和秦藤彦 有着一些共同的利益 否则 他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 望过去秦藤彦那边 你自己一个对付四个 你这里不是还有两个吗 你不用急 为了保险起见 白爷告我今天 决定帮命了 我先去搞定那边的 看天眼港圆 就向着秦藤彦那边的第二个位置 走过去 秦藤彦虽然不满 但是并没有说出来 我又休息了二十几秒 然后起床 走向第三个位置 素龙鱼的眼神 死死地看着秦藤彦 心里不知道在盘算什么 秦藤彦终于都停下来 开始拿出符纸准备送神 当我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他突然看过来我这边 那个眼神我这一生都忘记不到 有震惊更加有狡猾 杭虽然也透了很久 刚才走到自己的位置那边 就立刻隐言符纸 然后快充满了一大串模糊的蚊子 收上的符纸一张接着一张隐言 秦藤彦见时间也差不多 对着我冷笑着说 哼,你这傻子 没想到你 竟然还懂得死做送神 不过 我不会让你那么容易得逞 刚远 秦藤彦就把自己背后的 那一把图木剑拿出来 他一口气 将十几张画好的符纸 点燃在那把木剑上 后终墨念口卷 但是一点声音也没发出来 十几秒钟之后 我们就见到他将那把图木剑 快速转动了三圈 当图木剑停下来的过一坑 被读在剑上的十几张父子 竟然同时被隐言 与此同时 凭整了很久的天空之上 一条闪电画破天制 好像要将整个天空撕裂开一样 中美教学 快点订阅这个节目 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 下集继续跟你分享 第103章 最后一波 上集 闪电过后不够一秒钟 真意欲聋的天雷炸响 嚇到台下几个世丹的人 即时退后了几步 缩到长脚 不敢再乱动 这道闪电声势惊人 但你却没撕下来 祭台下来 虽然有很多人拍在心口伸长的景 望过去祭台上 但面上的神星 总觉得少了几分期待 始终那道闪电没撕下来 难道不少会令人觉得 有些雷声大 与点少 不过秦恬燕反而冷笑了一声 一脚就看回了他面前的 那个被写覆盖的吊像 这一个举动 让所有人 吓得大气都不敢休息一下 看真一点 那个被踢回的豪仙姑雕像 竟然被齐齐整整地分开成两变 一再一又地搭在地上 雕像的上面 同样没有色彩和花纹 即使如此 很多人都在下面那里指指点点 现在能够站在祭台下的 都是亲眼见证过一连串比试的人 他们之前或计不精神 但现在 不到他们不信 现在眼白白地看着秦恬燕 一脚踢回了占据神位的神像 有什么可能不害怕呢 不够一阵 秦恬燕那个方向 几乎就没有什么人在 大家都好像被温神 在那里被秦恬燕 秦恬燕 对这些一点都不在乎 冷笑一声 受了一眼看天眼 看到看天眼已经开始在那里收尾 那尊张古老的神位也被送走 面上多了一事不舍 哼 我看你怎么送神 言谈之间 秦恬燕 就已经占据了最后一个空位 那里的雕像 虽然被秦恬覆盖 但你隐约可以见到是一个拿着笛的人 我想这个应该是韩湘智 再看我这边 被秦恬覆盖的雕像 没有什么特征 而旁边一直没移受的 素龙鱼那边 那个雕像的底部 显得有点空溜溜 应该就是铁拐你了 那我最后选的这个 应该就是吕洞宾 哈哈哈哈 现在还剩下三个神位 而我们两个 又各自占据一个 你就算送了呂洞宾 我们这边 都各自占据了两个 我看你怎么赢 秦恬燕笑得非常巧妙 我轻轻地 叹了一口气 望着秦恬燕反问话 唉 你凭什么这么确信 我懂得用四象上神局 这个是莲山翼的不存之秘 你这个学会了龟藏翼的人 没可能知道莲山翼有多难学吧 就算莲山翼 现在还在世上流传 你觉得以你和我这样的年纪 学得升吗 故书有记载 莲山百万元 龟藏四千三百元 而到了现在唯一流传的周翼 就只剩下六十四元 虽然没有见过莲山翼 龟藏翼 只是将这个燕制 简单地归留为指数 但是就没有人知道 这个燕制 其实只剩下就是那局 周翼六十四元 近近保留了八卦六亚的六十四局 有次可见 学了龟藏翼的秦恬燕 有多么厉害 他高傲 自然就有他高傲的道理 虽然我都不认为他 能够将龟藏翼的四千三百元 全部学悉 但是他能够用龟藏翼报告 就代表他至少通道了龟藏 并且成功捂透了八百元以上的局 其实这样就已经非常厉害 就算是很出色的上司 也只不过是将六十四元用汇馆通 你… 陈腾燕的眼神 简直移得下将我山吞落土 不知是因为动 或是刺激 他全身都在打冷阵 你…你骗我… 哼…你学会龟藏翼 但是看不透我 你还是收拾东西回家中树 我冷笑了一声 扶着自己的膝蓋 重新坐下来 远处的康天眼 虽然在这里对着我笑 不过这个白衣公的面色 非常难看 想站起身也不容易 哼… 秦腾燕冷笑了一声之后 没有再讲义 我和康天眼 虽然联手押出秦腾燕送了这一尊神 但是还剩下三尊在这里 我的精力消耗很大 想要再出手的话已经很困难 就算出手 最多都只能够送手面前的这尊神 送走这尊 但是还有最后的两尊 这个送信局如果不破 七夜今天必死无疑 但是就算破了 已经被白衣入门局 破了命格的他 最多就只得十日命 颜笑曼和秦腾燕 为己就是这十日 如果七夜今天死了 长庆的格局就会立刻乱了 或者颜笑曼 现在就已经安排好一切 例如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 将长庆搞得很乱 但如果今天七夜没死 颜笑曼他们就要用十日的时间来着草 这种对比反差相当之大 虽然最后的结果都是秦腾那边左手鱼涌之力 但是第二种明显要空险很多 颜笑曼死了 秦腾依然是赢 但是颜笑曼绝对不会想着拿自己未来十日的运气来着作祷 我想今天如果我送神成功 颜笑曼拼了老命都会让秦腾燕进入下一轮 之后这样他才等于有了保命符 能够令到七夜不会对他出手 所以刚才秦腾燕 才会这么妄撞宣责直接送神 只不过现在的情况 我依然坐在地上并没有站起来 我和看老 现在都成功送走了两轮神 按道理来说 我没有可能会比他们更加虚弱 只不过 是我单方面才买了锁局的三符 而另一方面 我都知道自己就算成功了 都没有机会去干涉秦腾燕和苏龙月 只要他们依然占据神位 我就不可能去抢 最多最后破局成功 他们承认自己输了 但是那时候七夜已经死了 输赢已经无所谓了 所以我必须等 等而不见钱回到这里 第103章 最后一拨 下集 只要等他成功回来 我才有机会一次过赠住最后的三个神位 会七夜争取最后的10天 秦腾燕他们 现在都是命运一线 说实一旦送神成功 他就必须要以第二名的身份出线 才会有保命符 只要他肯的话 一口气连破两个神位 去争取前两名都不是不可能 说到尾 他都是一个学识归藏业的人 可能冥冥之中 已经推算到什么出来 做就将十几张符纸 挂在自己头目剑上等待着时机 剩下最后五分钟的时间 正当我们几个 全部坐在祭台上休息的时候 其五夜吹出的声音突然传过来 祭台下面的人 也开始等到有点不耐烦 见我们十几分钟都无动静 和头几分钟搞出来的大龙峰完全不配 但有雷声大 雨点小的一款 就在这个时候 雨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我另一瞬头望过去 然后就惊喜地发现 你几人正正在盐建设的大龙峰 他一抱一路地 撞开与外面的木门 谁知道这道木门 根本就没有上锁 他这一撞 反而把自己整个送出去 一个站不稳 直到地上 潮生 盐建设还未来得次了解这里的情况 就开始找我 当他见到我的瞬间 立刻就把自己抱着的一条 茶蜿蜂针的烟花 在我这边拼过来 祭台上的另一边 秦藤燕一直在那里 就算他没有看清楚 盐建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但是他依然选择 立刻引起头目剑上的十几张符字 其实我早就已经头到差不多 加上盐建设的投策本事不错 我好轻松地就接着了那支烟花 但是当我拿起烟花一看的瞬间 我立刻就产生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这支烟花细细长长 眨眼看和普通的烟花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露起手上 就有一种软奶奶的感觉 平时买到的烟花虽然都是纸造 但是至少外面包得非常陌生 露起上来几乎都是捏不入那种 但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个 就好像被人临时操纸出来一样 而且手光非常差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 秦藤燕早就已经烧完手上的符字 同样都是一脚踢开面前被积雪覆却的雕像 露出在里面早就已经没有色彩的本质 快步地走向掃浪园 秦藤燕这样做 并不是说他不精神 做我们这一行的 没有人能够不精神 他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知道面前的雕像 早就已经不再是神位 甚至连街边被商家做出来的普通雕像也不如 简单来说 被送了神的雕像 其实就是一块真正的烂石头 素龙鱼那边早就已经准备好 当秦藤燕走到他身边的时候 他马上就大喊了一句我放弃 然后就急急地走到祭台 将位置让给秦藤燕 这一刻真的令到我很意外 顏蕭曼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令到苏朗宇那么爽快地放弃彼士 苏朗宇对顏蕭曼没有理由那么信他 当中肯定有很多我还没想通的原因 秦藤燕走到最后一个铁龟里神位面前 冷冰冰地望在我一眼 然后就拿出自己的符子 第三次穿在童墓箭上 哼,他依然在等我 只要我不用 他就还有机会 绑着最后的一些契机 令到这个送神局没有办法完成 但是只要我送神 他就必须要跟着送神 一旦发现我有同时送走两珠神的力量 他就必须要闯在我的面前 送走属于自己的那个 只有这样 他才可以保证自己在第二名七线 哼,他们帮自己 选了一条最複杂的路 以为算得非常完美 但是这场局 他们最终都是书家 因为他们将决定这个局一切的变数 压在我的身上 而最将决定他们命运的人 不是他们自己的人 我拿着手上的烟花 很多不少有些痰计在里面 究竟这支烟花还能不能够 如果不响的话 那不就会 我内心很挣扎 甚至有些不敢尝试 送神失败的翻试 我承受不起 但是不去试的话 结果也会死 当我犹豫的时候 我的目光掃向台下 刚好见到严见浅 充满愧构的目光 于是我一咬牙 反正都是死 播他一副吧 中美教学 快点订阅这个节目 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 下集继续和你分享 第104章 《指缺一物》 《双集》 下定了决心之后 我马上拿了三张扶子出来 同时 将气感盛显那里 拿来的抱的木盒 打横摆在自己面前 静心凌晨 然后把这最后三张扶子 贴在磨盒上 突然天雷震震飞飘摇 黑漫漫的天空上面 时不时闪过几道电光 由于我拿出来的木盒 并不是很大 祭台又告出一大折 再加上我坐在木盒旁 祭台下的人 根本就看不到我面前的木盒 估计只有站在我面前的 秦藤妍和康天眼 能够见到这个破旧木盒上面 闪过一道蓝色的电光 三清上尊痴丁后梦 逆与日气再尊其均 急急如律令 我有手合指承剑 摆在嘴边盲念 那句急急如律令 那句急如律令 手指上出点出 更早在木盒上面 由来在木盒上的电光 刚刚在这个时候 会追于一点 随着我这一纸 瞬间爆去 直接震碎了 我刚刚跳在盒上的三张符字 同时 本来只封在盒上的两张千类符 也都同一时间碎裂 整个过程并没有一丝丝的声响 除了有限的几个人 可以刚刚才见到木盒之外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 那么短的时间里面 发生过什么事 扶子碎裂之后 各个破旧的木盒 好像都终于抵受不住岁月的洗礼 随之裂开 碎成好几块之后 杀落在地上露出了盒里面的东西 与我想象的不一样 盒里面 虽然的的确确摆放着两支螺牙蜂类旗 但是这两支螺牙蜂类旗 就色泽鲜艳 身夸夸到 好像刚刚做出来一样 被金盛献用的还要伸借 这两支旗 被金盛献上手用到的 足足了一半 不过 当我用双手 拿着这两支螺牙蜂类旗的时候 很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双手 有一种双手麻麻的感觉 就好像自己拿着的 是两支电线 而不是两支奇观 寒天眼 在旁边看得呆了 震震下感似乎想走过来 但是因为刚刚送完两尊神 精神不济 走着两步之后 又累得重新坐在地上 宋神告能够送多少尊神 和上周杀死了多少只蜂鬼 是有绝必然的联系 杀几蜂鬼越多 宋神告里面 相当八仙对你的排斥就越少 仅仅是杀了两只蜂鬼的人 能够送走两尊神已经是极限 这个就是上周七夜所提及的好处 在上周的局里面 不努力杀死更多蜂鬼 下周就很难取胜 就比于现在 只得我和秦藤燕 有送走第三尊神的能力 康天眼如果想强行地做 还没等他拿出父子 恐怕就已经暈倒在 这个好处并不明显 但反而是现在这场比试中 取胜的必要条件 现在的情况 只要我和秦藤燕不放弃 坚持继续送神 这样有机会进入最后一轮的人 不可能会有第三个 秦藤燕眼中晶光闪烁 拿着桃墓剑的手 梳子抬起又摆下来 这个高傲的人眼里 第一次出现了焦虑的神色 龙牙风雷棋? 哼 破天之下 竟然还有这种品质的风雷棋 是我太看消你了 秦藤燕冷冰冰地挖住我 只可惜 你现在才二十零岁 现在又这么虚弱 根本不可能 用到这种东西 我冷冷一笑 望着一眼秦藤燕 并没有说话 接着 我吐出一口熟气 熟着两只龙牙风雷棋的手 突然一用力 两只手掌心 传来了一阵剧痛 善血 顺着我手掌慢慢滴落 我看进了时机 上手打开摆在身体两側 大喝一声 用进了全身的力气 雙臂突然向下一辉 用这两只龙牙风雷棋 很出力地插入在身体两根木头 枝头的垃圾里面 然后用手扶着膝头 摞起炎建签 刚才扔在枝头上的烟花 慢慢地站起来 如果是普通的烟花 我完全可以用这东西充当临时的拐杖 借力站起来更容易 但是炎建签给我的这支烟花 实在太软奶奶了 好像那些A伙似 稠奇菌粮菌的包起身 如果用这东西来当拐杖 我真是怕它由中间截断 导致前工进肺 天上面依然雷停不断 台下观战的人 听到秦藤延说出 浪雅风雷棋这个名字之后 个个都吓得缩到长脚那边 畢竟他们都见识过 浪雅风雷棋的力量 这个是货真价实 能够隐类的法宝 而且秦藤延觉得很清楚明白 我现在拿出来的这两支浪雅风雷棋 比上周金城显用的要好很多 见识过上周彼士的人 如果说对这两支浪雅风雷棋 没有敬畏之心 根本就不可能 不过他们离开也好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济头的正面 黄袍子冠的七爷都站了起身 目光灼灼地急失台上发生的一切 他的生死就脆绝于跟着下来的这几分钟 虽然早就知道很可能是一个必死的局 但是一个人的求生欲望 最终都是令到他坚持到现在 我站在台上呆了二十多秒 不用问阿贵 我都知道我的面色有多难看 越是这样 乘腾演奏于不急 而七爷他们反而更加心急 不过七爷 画到尾都是一代孝雄 就算怎样心急去看标都好 由此至终都没开口吹过我 我另着面向台下 尝试去找盐建设的身影 当我的目光接触到盐建设的时候 我个心突然打了个突 刚才的情况特殊 我只听到盐建设的声音 然后就手忙脚乱地 去把他扔上来的烟花 都没有认真地去看过他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盐建设整身邋遢 上衣也有好几处融融烂烂 头发也有点凌乱 身上的衣服非常不整齐 就好像跟人搏斗过一样 最重要的是他的眼神 带着深深的愧疚 糟糕 烂烂烂热了 中美教侯啊 快点订阅这个节目吧 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 下集继续跟你分享 佛客经典名著 宏洋月圆文化 欢迎收听 经典圆幻大作 《最后的风水先生》 演播 《雪雪的拉拔利》 为此讲故事 经典大作 欢迎订阅 第104章 《子权一物》 下集 炎建切遇到麻烦 或者经历过战斗 即经波折才成功回来 但这样一来 他拿到手的演化 会不会被人做过手脚呢? 我并不是怀疑炎建切 而是他思想比较单纯 透龙转风这些东西 极有可能是人家趁他不畏意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 但现在已经站在圆上不得不发 就算我心里哪有顾忌 但都已经用了自己的鲜血来祭祈 没办法回头了 建切… 我迟了一下 很小声地叫了他一句 重生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建切还没等我开口 马上向前走几步 我摇了摇手上的演化 尴尬地对他笑了笑话 还笑了一件事 蛤? 是什么? 炎建切嚇到面都赤了 大声地说 蛤? 仲仲天明 你快点说 我马上帮你破坏 就算上刀山落油窩 我也帮你弄坏 加利的秦藤燕听到之后 终于收起他那副高傲的神态 他大笑着地说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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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藤燕笑得非常孝壮 这个笑声里面充满了自信 再加上我坦地不安的神声 竟然成功引起很多人 对我投入了好色的目光 不过很多人 其实并不知道当中的来龙去猛 在台下很小声的议论 喂 现在他们三个 都已经成功送走两珠神了 赶照速度来到光 陈祥生最快 康天眼第二 秦藤燕最多就是第三 就是 我都不明白那秦藤燕究竟在笑什么 匡路现在已经没什么战斗能力了 就算秦藤燕自己搞定后面的两个神位 按照排名 陈祥生也是创硬第二 那他完全可以进入下一轮 哎呀 那可能是因为齐曹生 一直都是第一 秦藤燕这个千年老二 终于都咸鱼翻身了 所以就太高欠了 不过话实话 难道他不记得后面还有下一轮的吗 哎呀 真是好可惜 秦藤燕 不能把第一个优势保持到最后 台下议论的声音不小 令到本来就非常兴奋的秦藤燕 突然就黑了发面 我反而没有受到影响 尴尬地对严建茨初作下手画 唉 你只是递一支烟花过来 那我怎么点着它啊 火呢 大哥 啊 啊 啊 嚴建千 好像真的没听到我说话 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看着我说 啊 曹生啊 你 你点烟花 啊 都还要火的吗 废话 我不用火 我怎么点着它啊 喂 你有没有火机啊 又会上来啊 我心想 恐怕嚴建茨 真的将我当成了万能 就算我展示过 令到扶子无辜自然的道信 但是这个并不是我的本事 而是道符本身的力量 当中玄机天定 很难说得清楚 没有高品质的道符 以及一定的道术根基 就说可以遥控引言扶子 或者是香 烟头这一类的东西 其实全都是江湖骗述 我还未来得及回答 嚴建茨的问题 突然就听到脚下有点响动 我低头望过去 竟然是一个打火机 还在煤油消气那种 哎呀 你这个臭小子 快点动手 时间没多了 康天眼很无奈地看着我 指着我脚下的打火机 又正正地指着七夜的方向 顺着康天眼手指的方向 我才发现 本来一直保持淡敌的七夜 现在黑色的面子看着我 那种眼神 简直也将我生吞下肚 或者连他自己也想不到 一世哮哄 竟然差点衰在一个小小的打火机上 我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 脚下边 就摘二连三地 响起压默罪地的声音 我低下头一看 居然在短短几十秒之内 多出十几个个识各样的打火机 其中有几个在台下的人调上来 而其余的绝大部分 都是来自于制台上的七夜的八个手下 啊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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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刻躲下身去收拾火机 而就在这个时候 其五夜冷冰冰的声音 在制台正面传了过来 时间 剩下三分钟 剩下三分钟 我对着康天眼笑了一下 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三分钟 这个时间够了 不出意外的话 接着下来 进入最后一轮的人 就只会得到我 和他 中美教学 快点订阅这个节目 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 下集继续和你分享 佛客经典名著 泳泳月圆文化 欢迎收听 经典圆幻大作 《最后的风水先生》 演播 《说书的拉伯利》 为此讲故事 《经典大作》 欢迎订阅 第105章 天火同人 上集 只不过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只是因为我和康天眼的会心一笑 导致最后的结果出现了问题 所谓上游心生 就算我和康天眼 都是精通上述的人 非常懂得隐藏 但是在这一瞬间 所自然出的表情 始终没有办法被控制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秦腾燕点燃了图木剑上的父子 看到这个情况 我个心即时打造的突 不过现在的时间 根本不容许我继续想下去 于是我力气火机 直接点出了手上的烟花 我没有想到这一支烟花的忍信 居然会短成这样 打火机一接触到 他就立刻迅速燃烧 并且射出第一炮 这个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 而且我点烟花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拿着他的姿势 在斜斜向上 突然而来的这一下 由烟花射出来的第一道流光 直直直地射向了七爺所作的方向 我突然吓得大气也不敢休息一下 那个心臟好像停止了跳动似的 我即时调整好烟花的方向 同时也向了七爺那边望了过去 幸好我刚才拿了烟花的时候 斜斜地向上 射出来的烟花并没有直接射中七爺 而是在七爺头顶咪多高的位置 一声炸响 七爺整个人坐在这里 闻思不动 但是很明显面色 已经变得非常难看 这种这么低级的失误 很容易令人 对我跟着下来要做的事 刹失不安 在第一下烟花爆响了之后 整个院里面 陷入了一片植症 我站在祭台上 不停地拼手上的各支烟花 但是第二下爆响始终都没有出现 按照我的经验 这种这么长的烟花 一般都会有十几下的爆响 而且中间的间隔 一般都不会超过五秒 但是自从第一次爆响了之后 一直到现在 这支烟花就好像熄火一样 一点动静都没有 刚刚见识过这支烟花的威力 我不敢立刻把它平放 万一写到人群里面 这样才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旁边的秦藤燕看到这一幕 在吓吓大笑 哈哈哈哈 陳曹生 这些就是你的实修界了 哈哈哈哈 就这些本事 你也好意思拿出来的 秦藤燕突然一挑手上的图木剑 图木剑上面燃烧过后的符子 纷纷掉下来 然后他一脚踢了面前的神像 跟之前的情况一样 神像倒地之后即使散落 而神像上面的色彩早就已经消失 倒地的神像就好像被人用刀 在中间砍下来一样分开两边 做完这一切之后 秦藤燕造很焦细地向我这边望了一眼 接着下来 无论如何也好 最坏的结果就是他可以进入下一轮 而我失败了七夜 立刻吐血身亡 我的心有焦急有煎熬 轻轻地拼了一下手上的烟花 哎呀 这个时候才来烧火 是不是玩意 那够的话也不用继续下去了 由于我早就已经把两支狼牙蜂蕾 插在地上 箭在缘上不得不发 在这个时候 就必须要有一道向雷直冲天制 如果不是的话 三分钟时间一到 没有了智隐的天女 很可能 就会匹向我和七爷 我深深地吸着一口气 拿着火机的手 震震地想着做最后的努力 撥开这支烟花顶端的包装 进行第二次隐言 我一手扶着烟花 一手开始拆开这支烟花 最上面包装的那一层纸 最外面那一层包装 都算还容易试开 不过当我成功撕开了最外面那层包装之后 里面就变得好像牛筋 无法尽开 我转过去看了一眼 内层的纸中间 好像有一层 颜色比较鲜 看上去 竟然 好像我在用的那种黄纸 黄纸 黄纸? 就是在炎建策回来的时候 遇到了什么麻烦 这支烟花被人偷窿转蜂 但这样的话 后果 我真的不敢想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觉得瘦心一阵 然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中美教侯 快点订阅这个节目 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 下集继续和你分享 霍克经典名著 混用粤语文化 欢迎收听 经典圆幻大作 《最后的风水先生》 演播 《说书的拉拔利》 为此讲故事 经典大作 欢迎订阅 第105章 天火同仁 下集 哦! 神仙啊! 是神仙啊! 祭台下边的人叫得好大声 我抬头望过去 刚刚才就看到 八个已经快要消散的彩影 这些影出现的位置 大概就是和刚才 烟花炸香的位置差不多 每一道影 都和祭台上 之前的雕像完全一模一样 只不过 他们停留的时间 大概走得两三秒钟 然后 就在滚滚的天雷星影沉之下 慢慢地消散 我在身边的两支 狼牙风雷旗 影声移电 还没当我反映过来 发生什么事 祭台正前方 站起七爷身后的 其五夜 就突然站起身鼓掌 大声这样叫好 呃... 发生什么事啊? 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我 但是我反而就是那个 最不清楚 刚才发生什么事的人 两分钟之后 天雷不再震怒 而黑云 亦以最快的速度消散 日光挥洒落来 影哲着结白的大地 一片安静长和的景象 而刚才发生的一切 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最低低头望前面的神威 虽然没有人去动他 但是他上面的直算 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清掃干净 露出了灰白色的大理石材质 最终 最坏的结构 都没有发生在七爷身上 危机已经解除 天雷不会再糾纏于他 我预备看着直正的远落 目光圆条 突然间 眼眉跳了一下 我转回转头望过去其五夜的时候 其五夜 也都是以一副震惊的表情 望过来我这边 或许是感受到我的目光 稍然之间 他就把目光转向我这边 目光的焦点虽然改变了 但是他震惊的眼神一点都没有改变 好生好慰 果然 真是好生好慰 其五夜 一向都是一个很严重的人 在人前 从未试过有失态的巨动 但是这一刻 说完这番话之后 他反而仰天大笑 不可能 你 根本不可能 你 你 你不可能我得识的 不可能这么厉害 秦藤燕好像颠了一样大呼笑叫 他方方张张地在面前破开了白挂图 用龟仗翼的方式推算卜挂 一挂之后 整个人好像梳了气的气球一样 坐在地上 我眼观四路 同时站在祭台之上四处张望 手指也在不停地推算 这一刻 我终于都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 怎么会这样的呢 之前的天门龙峰公 被秦藤燕用龟仗翼的逆天手段 割成了八鬼入门公 身在刺局之中 七二必死无疑 那个龟仗翼 和现在流传的周翼相比 说它是神师手段一点都不过分 用龟仗翼锁定的地方名义的寡将 几乎就是判了七二死刑 我之前这么扑心扑命 其实心里面相都清楚明白 能够做到最好的结果 也只不过是令到七爺 不用在今天收皮 但是他的面相告诉我 他本来就没有几年命 只不过 秦藤燕地方名义的手段 失了太阴陋 就算我出尽力 去帮七爺度过了今天的死局 但是龟仗翼始终破不了 本来还有几年命的他 最多最多都只剩十凌日 也就是说今天碎了的话 七爺就会死 然后颜笑完他们 就会切割令到佛真廷陪葬 就算我僥倖成功了 七爺也只不过是 剩十凌日的命 这个已经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实 谁也没有办法逆转这个格构 因为如果想要破龟仗翼 实在太难了 就算有个和秦藤燕一样 懂得龟仗翼 和他旗鼓相当的人在这里 也不是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想到办法去破解 要破这个构 就必须要有一个 给秦藤燕的本事 和很多班的人出来才行 但是贵仗翼就已经那么难明 找哪些人才能破道 而且在哪里找呢 天地间 还可能存在着 懂得连生翼的人吗 哼 其实这就是一开始 七爺他们放弃争扎的原因 因为就算连生翼真的存在 也不可能有人能看得明白 但是现在 整间屋的格局 竟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 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 由地火名义 搞成了天火同仁 这个地火名义 那是上坤下来的挂掌 而天火同仁 真是上坚下来 那位坤为坚 这个 是逆转天地做法的本事 非神仙不能为 就算现在是十八兴眼前 我依然没有办法相信 这个世界上 竟然真的存在着这样的神人 哼 没错 就是神人 这样的人 造就脱离了 作为一个人的格局 我想不明白 因为我根本就不认为 这个世界上 会存在着这么失利的人 反观 已经跟我一样 看破了天火同仁国的奇妙野 和康天眼他们 他们 就算非常震惊 但是望向我的眼神里面 就多了几分惊讶 少了几分不理解 他们惊讶的目光 是针对着我 少了几分不理解 同样也是因为我 他们把我当成了报告的人 和我相比 他们就算很震惊也好 至少这份震惊有一个寄讨 只不过 可惜只得我一个知道 刚才发生的这一切 真是与我无关 有一个更加厉害的人 在背后暗中相助 但是每个人 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是为了七夜 还是我呢 又或者 是为了霍占庭 嗯? 有个人 天的 怎么atro 我 你 我 咱 我们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